千万不要小看这两条大鱼 这可是马克赢下百万美金的筹码 其他学手还在为食物获取发愁时 马克的鱼王已经捉了26条大鱼 参赛前本以为很难弄到食物 现在屋里的熏肉架已经放不下了 没办法 只能在门口做一个更大的 马克先用木棍搭建一个稳固的三角架 中间又来放鱼肉 底部用来生火熏烤 然后在架子周围设置好预警装置 晚上有任何动物想偷他的食物 马克就躲在庇护所给他一件 打好架子再围上一圈松枝 大型熏肉架就做了出来 解决好食物开始整理发型 马克特意打造了一把十亩梳子 化身托尼老师给自己剪了剪头发 由于这段时间吃鱼太多出现了腹泻 无奈只能高点驯落海滩改善伙食 不得不说 这货的凡尔赛有点过分 吃完苔咸 他准备找点蓝莓根煮茶盒 结果蓝莓根没找到 熊爸爸倒是不少 看新鲜程度应该是早上留下的 而且距离自己的营地非常近 这时候他们正在为冬眠做准备 为了进食 熊连可要可不要 马克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决定先下手为强 来个守株带熊 虽然很多人都说鱼和兄长不能兼得 但理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镜头来到凯莉这边 之前那个庇护所不是一直和西北风吗 于是他又找地方重新搭建了一个 七天前搞的那头豪猪已经吃完了 他决定出去转转 看能不能再弄一个 顺便检查一下前几天设置的陷阱 第一个是空的 有点失望 当他看到第二个是 这表情比见了老公都兴奋 我以为地上躺了一只大黑熊 结果只是一只兔子而已 凯莉抱起来看了看 说 经过一番抢救 兔子成了这样 完事还把肺拿出来做了人工呼吸 吃饱喝足 开始给大家表演才艺 主题就叫我在北极玩泥吧 他准备用这些粘土做几个淘气 先搓成长条 再捏出来一个碗底 放在火边烤一段时间后 接着往上捏 还别说 凯莉的手艺活是真不错 一天下来锅碗都被做了出来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煮东西 挑战进行到第18天 乔尔刚刚收获了两只大肥兔 遗憾的是没有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于是他决定给大家还原下案发现场 你不能捏手捏脚地跟踪兔子 兔子看到你会被吓跑 你得假装自己是个吃草的狗熊 这样会给兔子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设计师也不能和他有眼神交流 要缓慢地拉满弓弦朝他射去 接下来开始表演兔子的戏份 看到这里我彻底被折服了 特别是最后那两下抽搐 没有进决好莱坞属师是浪费人才 表演过后 他赶紧蹲了一锅大腰子 按理说老外一般是不吃内脏的 结果这家伙不仅吃得很香 筷子也用得很溜 我都怀疑他是个假老外 眼看北极的寒冬即将来临 乔儿打算给庇护所装个小门 可就在他认真干活时 突然有只苍蝇钻进了耳朵 这下糟糕了 如果不把他弄出来 很可能会因受伤而退赛 到时候百万美金就跟他无缘了 他尝试用手抠出来 但根本够不着 于是他又找来钳子试着夹出来 结果依旧无济于事 苍蝇受到惊吓还在往里钻 脖子都快被他甩断了也没用 乔儿尝试用头灯吸引他走正道 可是苍蝇根本不吃这一套 乔儿彻底慌了 他用力地甩头 哼气 终于在一小时后想到了办法 他拿出注射器 开始往里面注水 接着摇晃几下 猛地甩下头 耳朵里终于没了动静 地上也没找到 应该是被淹死了 真是有惊无嫌 差点被一只苍蝇终结 吓得乔儿赶紧戴上帽子护住耳朵 来看看另一位大神基斯 他准备用石头打磨一根骨针 然后在身上闻下生存的天数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针做了出来 看起来还挺锋利 接着用浆果汁混合木炭做成墨水 然后脱下袜子 在脚腕处扎了起来 A合七用来表示荒野独居第七级 25个点则是生存的天数 表演过后 接下来开始干正事 基斯打算编一张刺网捕鱼 争取在湖面冰封前获取更多食物 毕竟那两个自动钓鱼器 效率太低了 刺网制作完成后 并没有直接下水 而是选择先给刺网加持属性 先是在开水中加入浆果汁 接着把刺网放进去泡短时间 一张戴色刺网就这样做了出来 这样鱼在晚上出行时就看不到了 来到湖边找到合适的下网点放进去 反而是在末端定好木桩用来固定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鱼了 镜头来到罗兰这边 他的刺网已经下水好多天了 每天都在期盼能捉到几条大鱼 今天过来查看刺网时 终于如愿以偿 刺网上面挂了一条尊鱼和一条大白龟 目测这种体格至少可以让他饱餐好多天 罗兰小心翼翼的把网拿到岸上开始摘鱼 他表示再来二十条撑一百天肯定没问题 却不知马克早就吃腻了 祭司这边也到了收网时刻 满心期待的他来到湖边查看收获 结果钓鱼装置和刺网全都空空如爷 食物匮乏已经导致他出现了头晕 无奈只能在石头上踩一些石而冲击 这种东西虽然是一种可食用第一 但没有生存危机时不建议食用 煮熟后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吃的时候最好不要看 直接吞 稍微晃两下 菲利牛排味就出来了 完事他非要让大家尝尝 看你们不吃 他就吃完了 还安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想不到下一秒 他就坐在岸边思考起了人生 由于再三过后拨通了卫星电话 这个老baby是真的皮 都在吃草了 还这么乐观 他得去看一下陷阱有什么收获 幸运的是 这次终于抓到吃的了 虽然这个小松鼠个头很小 但最起码不用吃第一了 可能老天都有点看不下去 开始飘起了雪花 回到营地 祭司这就安排上了松鼠腿 还说如果松鼠长六条腿就好了 他打算今天把肉吃完 第二天喝汤 却不料晚上就出现了胃经兰 早上起来也不见豪转 他以为喝点热汤就能有所缓解 想不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起来 直接化成水蛙趴在地上狂喷不止 最后胃里的东西都吐干净了 肚子还是疼得厉害 喝水按摩这些都无济于事 他能感受到自己马上就要脱水了 再也不打电话求救 怕是要交代在这里 最终基斯的挑战止步于第二十二天 随着北极的气温越来越低 选手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拉开 十位挑战选手目前还剩下七位 谁会是下一个退赛的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看一下乔尔的实践工具 第一件是保温睡袋 其次是顿锅和一张刺网 然后是陷阱线和鱼钩鱼线 接着是组合工具和一把斧头 最后是打火石一把手具和弓箭 我是不公英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